桃園一連參加了華航加入國際聯盟的簽約儀式 以及首批機場捷運電聯車的抵台活動 馬總統他說這兩個好消息 將有助於桃園航空城的整體發展 對提升國家進軍率很有幫助 馬總統登上機場捷運的電聯車車廂 參觀各項吸引及特殊的設計 總統還特別走到電聯車的駕駛周圍上 向大家揮手致意 首列的機場捷運電聯車運抵台湾 馬總統未免所有的工程人員辛勞 並期盼機場捷運建設工程 在兼顧品質的前提下 能夠盡速完工通車 機場捷運將提供旅客便捷交通 而華航航空也首度將全新塗裝的 天河聯盟彩繪機公開在國人面前 中華航空二十八號舉行加入天河聯盟的儀式 成為臺灣首家進入國際聯盟的航空業者 也是聯盟的第十五個成員 透過聯盟全球布局與知名度 有助於將客源觸角更深入亞洲市場 看到國家重要的航空業 邁向國際蓬勃發展 馬總統說這證明了上任來的政見逐步實現 馬總統下午親自出席兩場活動 一連端出航空產業 以及機場捷運即將通車的大力多 在選戰逐漸加溫的此刻 馬總統要讓選民感受到 上任三年多來的政績 記者林璇彭耀祖桃園報導